大家好,欢迎收看小学生打脸三国沙 我是小学生 今天是基年的正月初九啊 那么既然没过十五那就给大家拜个脸啊 那么小学生在这里祝大家基年大吉万事如意啊 那么这一期依然是我们喜闻乐见的三国沙 就该这样玩了 那么这次给大家带来一个不同的视频啊 这个趣味三国沙 那么三国沙除了我们这个身份国战这种娱乐模式啊 还有这个3v3 4v4这种竞技模式以外啊 我们还可以有一种趣味玩法 那就是这种打一种非常好看的东西出来啊 那么这一次给大家带来的是这个周泰布区童话顺啊 周泰布区童话顺 那么这一个视频啊是一个已经绝版的视频了 因为这个我们需要用到一个已经取消掉了的这个武将啊 叫做旧版鱼吉 那么旧版这个鱼吉的技能呢 就是旧版的蛊惑啊 你可以声明一张基本牌或者普通锦囊牌的名称 并背面朝上使用或打出一张手牌 若无其他角色质疑 你亮出此牌 然后按你所述的牌结算 就是说我们蛊惑一张牌 没有人质疑 那就我说是什么 就是什么 若有人质疑 则亮出验明啊 若为真质疑者各失去一点体力 若为假质疑者各摸一张牌 也就是说 如果我蛊惑的牌是真的啊 质疑的人就要掉血 假的话质疑的人可以摸牌啊 那么当被质疑的牌为红桃且为真 此牌能进行结算啊 否则无论真假 你将此牌自如其牌对 也就是说被质疑的时候 只有这张牌是红桃牌 而且是争的时候才能够继续结算啊 不然的话就我们就相当于扔了一张手牌啊 那么现在是我们是这个趣味玩法 那对面肯定是我们找来的演员啊 不会来质疑我们的了 那么这个蛊惑啊 他没有限回合内的次数啊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 如果没有人质疑 那么我们可以无限蛊惑下去啊 直到这个判河啊 直到判河 那我们可以无限蛊惑这个无中生有 或者无蛊风灯去刷这个牌堆了啊 那么有一点非常重要的就是这个合局判定啊 合局判定是当有人需要摸牌的时候啊 这个牌堆和这个戏牌堆的牌 加起来啊 不够你要摸了这个牌的数量 那么那一局就会判河 也就是说 即使我们是可以无限蛊惑 无中生有或者这个无蛊风灯啊 如果牌不够摸的话 判了合局前面我们所做的一切啊 就白费了啊 就是白刷了这些牌 那么 我们现在是要把这个周菜的布区打到同花顺了 那我们要做的呢 就是把这个牌堆刷空啊 气牌堆也刷空 那所以我们要避免这个合局啊 因此我们这一次的这个任务的难点啊 就在于如何确定这一个气牌堆是空的啊 我们在这里是看不到气牌堆的啊 那我们是怎么样来确定的呢 我们来看一下啊 好 那我们先选将啊 先抓这个鱼吉和这个周泰啊 那我们先开这个无中生有刷牌吧 这个手牌长起来啊 他是13不区嘛 那我们的手牌至少要有13张啊 至少要有13张 那么我们再要在这个手牌里面 集齐红桃A死到这个红桃13 红桃一来红桃13的这个花色点数的牌啊 那我们要先找牌 然后再刷这个牌队啊 好的 我们现在是有这个红桃的123 还差一个红桃4 那么再找这个红桃4 那么继续开五股丰登啊 那么现在我们开五股丰登的这个好处啊 是比这个开无中生有好的啊 因为这个无中生有的手牌会长起来嘛 那我们开五股丰登的话 我们开五股丰登的话啊 就能够保持这个手牌的数量不变啊 保持手牌数量不变 避免我们手牌多的时候 会这个看不清这个牌的花色点数啊 那我们现在拿到这个红桃4了 那基本上是齐啊 我们看一下 123 然后4 5 然后6 7 8 9 10 西桃13都有了 那这样我们就连弩把它打到1血啊 然后方便我们等一下去对它打血啊 方便我们等一下对它打血 那么牌队刷空了之后啊 那么还有这么多 那我们继续刷 把它打到1血方便我们等一会儿 对它打血之后就可以直接翻这个牌 翻出来给它当这个不屈了 那么我们继续用这个无股丰登来刷牌 把这个牌队里面大部分的牌啊 刷到对面的手里啊 这个 这个 这一我们在刷了这个时候 我们我已经忘掉了 我已经忘记这个牌队里面有没有木牛牛马了 所以我们是没有办法通过这个手牌的数量 来确定这个牌 这七牌队里面有多少张牌的啊 猜猜看你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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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么现在这个排队剩下四张牌啊 那现在是比较关键的时候了 一旦出错那就全盘告终啊 就是这个判了合局 那我们前面做了一切就白费了 我们继续开这个五股 那么现在排队还有两张牌 我们继续开五股丰登 把这个排队刷到零之后 现在排队是零啊 那么这个七排队还有我们刚刚用来 获成五股丰登的那几张牌啊 我们继续开五股 那么在现在这一个瞬间 我们使用五股丰登还没有选抓牌的这个瞬间啊 这个七排队里面是没有牌的 场上有这一张五股丰登和这两张五股丰登开出来的牌 以及这个牌队里面有一张牌啊 七排队没有牌 那么在这个五股丰登结算完了之后啊 七排队只有这一张红桃9 其实这个时候啊 这一个五股完了之后 我们其实就可以用这个红桃Ace来看一个无中生有 来造成这一种七排队里面 只有一张红桃Ace排队没有牌的这个状态了啊 但是因为我们已经刷了二十几分钟了嘛 那个脑袋可能有一点没那么清醒啊 为了避免这个合局的状态啊 我们还是用这个火攻去增加 手动增加这个七排队里面的牌来避免合局啊 来避免合局 我们是先火攻啊 先用了这个火攻 你信吗 对来让增加这个七排队里面的牌啊 因为火攻我们是可以不用扔牌的嘛 猜猜看啊 对开一个五股 那么排队还有一张 你信吗 应该不少牌的啊 那现在我们先火攻啊 先火攻 增加这个七排队的牌 无中 你信吗 然后我们再来增加一下这个牌队啊 猜猜看啊 好 那么现在我们刚刚是洗了一次牌啊 就是牌队剩一的时候 我们开了一个无中生有 我们刚刚是用红桃七的牌来开无中生有的啊 那么现在这个七排队里面应该是只有这一张红桃七的牌了啊 那我们还是应该要 你信吗 哦 不对 排队里面还有一张 对 七排队里面只有那一张红桃七 然后排队里面还有一张牌了 我们用这个红桃A死来开无中生有 那就正好把排队和七排队 所有的牌都抓到我们的手上啊 然后 无中生有结算完了之后 七排队只剩下这一个红桃 红桃一的这个万件起发 然后我们就可以用这个连弩 用红桃二到红桃十三 一次用这个红桃二到红桃十三 去对他出杀 那他不出伞 那么就能够打成这一种红桃一到红桃十三的 铜花顺的不屈啦 打成这一种比较好看的状态 好的 我们对他进行击杀 好的 我们对他进行击杀 红桃8 还踩中 红桃9 红桃10 还踩中 红桃十一 红桃十二 红桃十三 好了 那么这样就完成了我们这一个把周泰的不屈牌 打成红桃一到红桃十三的这一个铜花顺的这一个任务啊 那就打完了 那么我们一刀把他杀掉 游戏结束啊 好的 三国杀就该这样玩了 用我们的脑子去把它玩出花样出来啊 好的 那么在这个新年就非常感谢大家收看这一期我们小学生的打脸三国杀 三国杀就该这样玩了 我们下一期不见不散